方立身Alex多年来被指与资深艺人实修壮样 甚至实修的儿子陈宇琛更似两父子 去年方立身在交往上在新剧古装造型照 更如同秉印 方立身家人感情好 以往亦经常分享与父母的合照 反与包地方原名Williams甚少同框流影 最近两兄弟就得在活动中同场 意外发现这位损盘壮样一位王巨星 方立身近日在社交网分享一批照片 原是支持弟弟举行展览 并发文写道 恭喜我弟弟原名和他的团队 非常优秀的展览 不容错过 戏之下 现年43岁的方立身 其实与比他年轻4岁的弟方原名颇相像 只因方原名面形教员才有点分 不过就肯定不像实修 反而与天王黎明现实的样有几分相似 同样是斯斯文文且官子鼓鼓 被为亿万损盘的方立身 曾斥资4450万元买入圆狼衣 3300平方英尺洋房 屋内藏有逾百件艺术品 更与弟弟其他朋友合资7位数字购入团体马江霞 荣生马 他今年公开与纪录片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中 受害者之一的叶轩Maple拍拖 宣布封弹 相反 方原名 人为单身 而且在国际事务所任职律师 并遗传 画家爸爸方玉仁的艺术气质 成为展览的策划 方原名求学时期也多才多艺 当年入读拔翠男 院时跟哥哥一样是勇手 亦赢得学界级席专题 奖比赛的冠军 或许因工作后输于运动 方原名 点小杜男 不过方立身之前重新操机及Fateball 相信要稍加操练 很快就会回复状态 星岛头条App经营 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